今天本來是不曉得有這樣一個會 昨天正好跟縣長在聊天 所以把我邀請你起來了 縣長跟我是同班同學 從小一直到大 他對我影響非常的深刻 所以他在上任當縣長的時候 他說我們同學只有你在做生意 那你看我們經人要朝什麼樣的方向 去發展這個經濟這一個領域 我為了他這一句話 到現在已經17年了 我從來沒有這個間斷過 所以我出來從政應該說是 他在政治的一個延伸 所以我們現在做我們從那個時候就有共同的理念 包括現在我聽這個理事長講的 跟我們的理念也是一個不相溫和 所以我們這個縣長一直都很明確 到現在變成他是我的自然團 我在推動我們金門的這個產業發展經濟建設 這個領域其實他也給了我很多的一些意見 雖然我們兩個一個是 一個是一直在從公務人員體系到從政 我是從這個商業的這個體系一直到現在來從政 我是退休以後才從政 金門就是如剛剛這幾位貴貝首講的 我們如果不把它當一回事 就沒有人會把我們當一回事 所以就基於這樣子 所以我 退休了以後又再種出來 所以我一直 我在 我在議會裡面 一直就是為這個領域 在發生 在處理 在推動 當然今天看到各位的時候 也會變成是我的後盾 我相信是 那我呢 就各位 有任何的意見 可以向我反應 然後我就來全力以赴 好 謝謝大家